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K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SHAK的方舟人士部 秘靈漢將歸來做一項系列影片 那這部影片還蠻重要的喔 我們來打這次活動最重要的關卡RI-8 刷海膽刷到兔阿 因為如果你這次不刷的話 你之後就要等很久才有機會才可以刷了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用少人的信賴隊友來速刷這一關 就讓我們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 OK那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這邊來借一隻喔 對這邊的話基本上建議大家借黃 因為黃的話有個鎖血機制 然後呢二號技能延伸攻擊力 然後再加上防禦力喔 這很重要 主要是個鎖血機制阿 而且這個抵抗暈眩喔 對讓黃可以很早站起來 因為那個機器人自爆的時候呢 會暈眩嘛 對就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建議大家所有人的技能全部都是專山喔 就讓我們直接進到我們實戰操作部分 OK那建議大家在刷信賴隊之前啦 先把十顆章給解完了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十顆章怎麼解的話 薩克上一部影片有教大家十顆章怎麼解了 那基本上就是不拆任何蘑菇 然後通關這一關這樣就可以了 好開場我們先部署黃大喵 放在這個地方 攻擊位朝下 OK 之後呢把這邊這個蘑菇給拆掉 那小羊基本上只能站在這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站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或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被王的飛彈 還有呢就是那個法師系的敵人打喔 那小羊會暴斃 所以呢建議大家站在這邊呢 小羊可以很無情的輸出阿 可以很安全的輸出 好接下來放上我們的賽馬 那如果你沒有黃大喵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莎莎 但是莎莎的話使用難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你開技能的時間點要很重要 然後練度也要求蠻多的喔 因為這關呢敵人會扣你的物理防禦 有沒有會扣你的物理防禦 打久了之後呢你的幹員會變得很軟 那莎莎的話 技能上物理防禦被扣到只能十位數 用血量來硬撐的話其實也是有點抖啦 雖然說我也有嘗試過 但是我覺得嘗試過之後呢 還是覺得黃大喵是最穩定的 因為畢竟還有個鎖血機制嘛 這比較穩 有沒有 而且還可以攻擊到下面的法師喔 這法師也是很討厭的敵人 OK 好那這邊就不用怕了 因為我們黃大喵已經開啟技能了 對就是不用怕 還有那個無敵的被動在啦 所以沒事了 你看就可以輕鬆的把敵人全部都鋸掉 好那接下來呢 王到前面之後你不用擔心了 那要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黃大喵的二號技能一定要專三喔 因為這樣的話攻擊力跟防禦力才夠 那如果你是技能七的話 會很抖啊 會非常抖 主要是不能讓他的那個被動機制 在這麼前面就被打出來了 這樣就很危險 好那我們這邊黃大喵繼續輸出 不用擔心 對我們三媽會一直幫黃大喵補血 然後後面的法師呢 黃大喵也鋸得到 所以呢即時幹員還是很降致的 好這邊呢 我們開啟火山 就可以把這隻王給帶走了 OK 好那黃大喵被炸出被動技了 不用不用擔心喔 因為暈眩時間減半 所以呢可以馬上就站起來輸出了 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這麼的輕鬆這麼的愜意喔 好那基本上呢 這一關呢 三人性戴隊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黃大喵也沒有殺殺的話 你其實不一定要打三人 你可以打四人性戴隊 你可以這個位置換個星熊 然後補個雲灰啊 或者補個雞翅啊 補個拉狗這樣也可以 好啦以上呢就是 RI-8三人性戴隊速殺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